日前,范冰冰化身美妆博主,在某平台分享了自己的护肤心得,提到了不少自己认为鸡肋的护肤产品,并有情提示大家这些产品的最佳处理方法,送给男朋友,范爷可是在江湖上有着一年七百张,面膜还嫌不够的护肤传说, 但一个护肤达人怎么可能不采雷呢?对那些用过一次就闲置的鸡肋产品,范冰冰都会送给男友,对于超级直男来说,劝他们勤家护肤本来就很难,但如果你说我买了这些东西,挺贵的,但又觉得不好用,你可不可以帮我用完的时候,他们就会英雄主义上身,觉得为了你,那我牺牲一下吧, 然后甘之如意的,把你觉得难用的护肤品全都用完了,这个方法屡是不爽,范冰冰还附上了一张肤着面膜的李晨照片,陈哥脸上肤着浅绿色泥膜,面对镜头微笑,似乎正在享受你有奏语的面部缩呢? 美妆博主范爷分享的撒狗良心技能,你学会了吗?